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无数令人发指的惨案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那时候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家破人亡 神州大地处处满目苍蝇 完全可以用唐代诗人杜甫诗歌春望中的四句话来形容 火破山河载 成春草木深 赶石花见泪 汗别鸟惊心 随着日本的投降 将那些罪恶滔天的战争罪犯绳之与法 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 1945年度 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 1946年2月15日 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 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 具不完全统计 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 中国国民政府共代国日本战犯2357名 今南京和上海 北平 汉口 广州 石阳 徐州 激南 太原 台北等十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序 其中古寿夫 田中军级 向寅敏明 也田义 川岛方子等149名最大恶极的战犯 被国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 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查机关起诉判刑 400多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 对于侵华日军的总头目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刚村宁次 国民政府却没有给以任何惩罚 在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之后 将他无罪释放 当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时 国民政府依然一股形地将他送回日本 资料破绽 苏联女人雄主俩被德军杀害后 斯大林下了一道命令令令人震惊 将届时将侵华日军的总头目 刚村宁次无罪释放 是因为刚村宁次没有犯过什么罪刑吗 错 有一部长篇小说叫《烈火金刚》 反映的就是刚村宁次所率领的部队在冀中平原进行的血腥扫荡 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用这句话来总结刚村宁次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实在合适不过了 在所有亲华日本将领中 刚村宁次来中国最早 对中国最熟悉 侵略中国的时间也最久 从1928年开始 刚村宁次就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 1928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第三师团第六连队连队长的 刚村宁次在山东参与制造了几门惨案 导致六千余中国民众死伤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 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 以武力攻击东北 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刚村宁次是主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之一 1933年春险 刚村宁次指挥关东军发起长城战役 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唐古协定 此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为满洲国 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 化为非军事区 众国不得驻军 而日军可随意出入 1938年6月 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刚村宁次 发起武汉会战 在攻占九江时 正逢九江发生祸断 刚村宁次借口说是 怕传染给日军士兵 命令将传染病地区的人群 统统活埋或焚烧 制造出无人区 1941年 刚村宁次被任命为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 到任后 刚村宁次进行大扫荡中 实行臭名昭著的烧光 杀光 强光的三光政策 给抗战军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域大屠杀中 全村有1035人遇害 其中妇女儿童有658人 幸存者无几 而在富平县的平阳村 持续屠杀了87天 700多人混沌 5000余房屋化为废墟 1941年8月 刚村宁次调动十万日伪军 对禁察纪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共烧毁民房15万间 抢月粮食5800多万斤 牲畜一万多头 杀害抗日军民死500余人 那么 蒋介石为何要无罪释放刚村宁次呢 这主要是刚村宁次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 原来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不愿意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 但他的部队又都集中在西南大后方 短时间内难以远奔至华北 华中 华中 华南沦县区接受日本投降 为了独自霸占胜利果实 蒋介石就利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刚村宁次 让他命令百万日军 保持现有态势 拒绝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 刚村宁次心领神会 他立即赴典 表示接受蒋介石的命令 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 断然对付中共 将武器弹药 军需品等 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 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 延安方面如有抗日 五日之行为 则断然处罚之 于是当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吞促日军投降时 日军进行了抵抗 这就是的 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 才收复了一些领土 资料扩展 1945年 日军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毛主席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刚村宁次不但帮助蒋介石侵吞胜利果实 还一度建议 愿意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 据白重启透露 刚村宁次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成 给予嘉许 只不过由于美国的极力反对 这个建议还没有付诸实践 但是 刚村宁次被无罪释放后 蒋介石还请他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教授国民党将领如何反攻大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